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那就是自杀 我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 可能里面有一些人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 或者至少可能你曾经想象过 如果你自杀了那会是怎么样一种状态 你可能想象过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杀 或者你可能想象过你自杀了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但是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自杀的动物吗?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很特别 它一开头就是在带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人是唯一会自杀的动物吗? 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就叫做 《 Why We Kill Ourselves》 这本书呢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但它的书名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人为什么要自杀 那这本书呢它可以算是一本科普著作 科学普及的著作 那它普及的是哪一门领域的知识呢? 它普及的是一门叫做自杀学这个领域的知识 真的有这个领域哦叫做自杀学 它的英文叫做Suicidology 当然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兴的学科 它是从各种既有的学科里面 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甚至包括生物学 各个领域都去借用它们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 或者已经有的研究的成果 然后专门在自杀这个主题上面做专研 所以这一本有关自杀学的书呢 它在一开头的时候 它就选择一个相当特别的角度来切入自杀这个现象 它要探讨的就是在广大的生物世界里面 广大的动物世界里面 人类的自杀行为到底是一个多特殊的现象 它是人类独有的吗 还是其实它在动物界里面是很普遍的 假如我们把自杀定义成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 而且这个自我伤害的行为 它可以严重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话 假如我们这么理解自杀的话 那其实在动物世界里面 人真的还不是唯一一个会自杀的动物 因为在各种生物学的记录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包括鲸鱼 包括狗 包括驴鼠 甚至包括狮子 都曾经有过自杀的记录 那这些动物之所以会自杀 有时候其实不是真的它们有那个意图想要去自杀 而只是一些意外 比如说它们误以为前面还有路可以走 它看到前面的同伴就走了这条路 结果它就跟着走了之后它发现自己就醉癌了 或者说有一些鲸鱼它会搁浅 搁浅之后也就带来死亡 可是这不是一个它有意图这么做的行为 而很可能只是因为附近的船只的雷达 去影响到了这个鲸鱼 它本身拥有的声纳探测的系统 所以造成它对地形的误判 所以导致它被迫搁浅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这个动物它为了要保护自己的亲族 它有可能会做出自杀性的行为 比如说当它遭遇到攻击的时候 它可能会牺牲自己来保护自己的亲族 所以如果单纯从自杀这个行为来看的话 其实人类会自杀 这真的不是人类独特的行为 可是人类的自杀真的跟其他动物的自杀 就完全没有分别吗 也不是因为人类的自杀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而这个特殊的地方就要回归到 人类在整个生物界的演化树上面的特殊的位置来理解 就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 人类最特别的地方 人类天生能够感知到别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而且人类天生的会去揣摩其他人的想法是什么 而且我们会依据我们揣摩其他人的想法的结果 来改变自己的想法或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能力 可是因为我们身为人 我们太习惯这么做了 我们太习惯拥有一个社会化的大脑 所以我们就忘记了这种能够去理解或去揣摩别人想法的这种能力 在动物界里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而且呢在人类的群体里面 也不是每一个人类都已经发展出来这种能力 他是要到三到五岁之后 才能够逐步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性的能力 就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展心理学的实验是这样子的 就实验者呢就找来一些三岁以下的孩童 就给他们两种食物 一种是花椰菜一种是饼干 那当然这些孩童绝大多数 他们就会选择饼干吃而不会选择吃花椰菜 可是呢这旁边就有一个实验者 同样他面前有花椰菜跟饼干 然后他就吃这两种食物给这个小孩看 然后这个实验者在吃花椰菜呢 他就表现出这个花椰菜 非常好吃非常可口的样子 他非常喜欢吃花椰菜 可是吃到饼干的时候呢 他就表示很嫌恶 表示很恶心 就是饼干很难吃这种感觉 然后呢过了一阵子 这个实验者要要求这个小孩帮忙递给他一些食物 然后呢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些三岁以下的小孩 几乎他们都还是会把饼干递给这个实验者 即便他们已经看到实验者不喜欢饼干的反应了 那这就表示说这些三岁以下的孩童 他没有办法理解到其他人的看法可能跟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饼干好吃不代表别人也一定觉得饼干很好吃 可是呢如果你的实验的对象变成是三到五岁的孩童的话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三到五岁的孩童经历了这完全一样的过程之后 他们就比较会选择把花椰菜递给这个看起来喜欢吃花椰菜的实验者 那就是因为到了三到五岁的时候 人才慢慢开始有能力去理解 我喜欢的东西不见得是别人喜欢的 别人跟我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对演化生物学家来说呢 这个能够理解到我跟别人有不同观点的这个能力 其实就是人类在演化分支数上最特殊的位置 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最特殊的一种能力 人拥有这样一种能力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彼此合作 然后创造出高度的文明 可是也正是因为人拥有这样子的能力 就导致了人的特殊的悲剧 那就是人会比其他的动物都拥有更多更多的 促使他想要自杀的理由 比如说在绝大多数的自杀的案例里面 其实都牵涉到别人的眼光 或者牵涉到社会给予他的压力 在所有的真正自杀的案例里面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 是单纯的因为身体上的痛苦 身体上的病痛 或者身体上的缺陷而去自杀的 绝大多数真的去自杀的案例 其实都是牵涉到社会性的原因 比方说这个自杀的人他可能感到羞耻 或他可能感到惭愧 或者呢他可能被原有的社会关系所排斥 或他可能被人家霸凌 他被所有人否定 或者他可能惊艳到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或者是当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的负担 他没有办法在被别人需要 反而是造成别人的麻烦的时候 这些理由 这些社会性的情感 社会性的因素 都可能造成一个人 他决定去自杀 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本人就是一个经常有自杀念头的一个人 他的作者呢 叫做Jazz Burring 他现在是纽西兰的Otago大学的科技传播中心的主任 那他就说到 他说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事业很成功 但其实他从年少开始就不断有自杀的意念 那为什么会想要自杀呢 作者在书里面他就回忆到 他少年的时候第一次想要自杀 那个时候是因为他写了一封情书 给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 就是爱上了一个班上的男同学 他自己也是男生 那他是同性恋者嘛 所以他爱上一个男同学 那在相对比较保守的1980年代 你要像一个你爱上的同学表白 可能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你爱上的是一个跟你同样性别的人 其实即便到了今天 你作为一个同性恋者要出柜 都还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Jasperin他爱上男同学 他就决定他要跟这个男同学表白 那表白的方式 就是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Jasperin他说呢 当时他是在一股冲动之下 他写了这封信 然后在一股冲动之下 他就把这封信给寄出去了 可是就在寄出这封信之后 他就开始感到好像有点不太对了 因为他性格当中 比较具有现实感的那一面 就慢慢浮上来告诉他说 你做了这件事 很可能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一个怪胎 而且我们知道对中学生来说 中学阶段尤其是一个容易遭到霸凌的一个生命阶段 所以他就开始幻想很多很可怕的情节 比方说他开始幻想说 这个他喜欢的男同学 收到他的信之后 可能会觉得他很恶心 然后他可能会把这封信写的内容告诉他的朋友 然后隔天可能就会发现这封信被影印起来 然后贴在校园的公布栏 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他写给这个男同学的情书 然后所有人全校也都同时知道 原来他是一个同性恋 然后接着他还开始担心说 他们家的电话会响起来 他的爸爸去把这个电话接起来 然后他可能就会发现 原来这通电话是那个他喜欢的男同学的爸爸打来的 对方的爸爸就会跟他说 你知道你小孩 给我的小孩写了一封多么恶心的信吗 所以Jasper他把这封信寄出去了之后 他就不断感受到这种内心的煎熬 他开始不断的去担心即将遭受到的霸凌 以及即将遭受到的羞辱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 这封信被原封不动的退回来了 那就是因为他在寄信的时候 他在收件人那一栏写了自己的地址 所以这封信被邮差原封不动的退回来 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局不算太糟 至少他没有因为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被公开 被意外的公开而遭受到霸凌 但是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想要自杀的人之所以会想自杀 他之所以会感受到一种无比巨大的压力 往往是因为他能够去想象 或他能够去预期 别人即将会对他有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 他能够想象或他能够预期 自己即将会被他原本所信任的同伴 或他原本所信任的家人 所排斥所责备所否定 而这个时候呢人也就会感受到心理上的巨大的焦虑 以及心理上的巨大的痛苦 可是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 任何一个遭受到心理上的焦虑 或心理上的痛苦的人 就会想要自杀 其实不是的 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到焦虑或经历到心理上的巨大的痛苦 可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最后会选择自杀 从经历到心理上的痛苦到走向自杀 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我们刚刚讲到自杀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 一个人他可能是为了要避免别人的眼光 或者避免社会的压力 对他所造成的无尽的痛苦 所以他要选择自杀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自杀者他为了要减轻别人的眼光 或者社会性的压力 对他所造成的痛苦 他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想要去梳理他跟其他所有人的关系 而当这个人他跟所有的朋友 或他跟所有的家人 都梳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那可能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到了这个阶段 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 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感关系 或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 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关系 他可能会渐渐开始确信 这个世界有他或没他都没差 或甚至他会渐渐开始确信 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他 说不定还更好一点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他想要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境 那就是一个在中学里面 一个被霸凌的中学生 那他被霸凌之后 当然他没有办法 再跟这些霸凌他的人 继续再成为朋友 可是同时 因为他自我的防卫心 可能会被建立起来 他可能会渐渐开始 一方面是被孤立 另一方面也是主动的 跟别人要保持距离 所以当他被霸凌 被孤立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有可能是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是没有办法再跟任何人交朋友的 所有人好像都可以跟他无关 到这个时候 他就更有可能会去选择自杀 曾经有心理学家就做过一项实验 他就是去请一些受试者 假想自己假如要自杀的话 假想自己写一封遗书 那遗书上面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他们就去比较这些虚拟的遗书 跟真正的自杀者留下来的遗书 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在这些虚拟的遗书里面 有些人就会写说 是谁谁谁欺负过我 谁谁谁对我不好 所以我最后选择自杀 那其实这一种自杀 就是一种报复性的自杀嘛 就是你要透过自己的死亡 然后你在遗书里面写一下 是谁害你自杀的 然后你要让那个人 尝到痛苦的滋味 这是一种报复 可是你会发现在真实的遗书里面 极少数极少数会看得到报复的念头 那就是因为你想要报复 其实就代表你还想要去建立一个 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因为仇人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嘛 因为你去报复这件事 其实也是在建立一个关系 只是你建立的是一个 比较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关系而已 可是在绝大多数的真正自杀者 留下的遗书里面 他们其实已经不太关心别人了 这些心理学家就发现在真实的遗书里面 这些自杀者留下来的字句 出现频率最高的代名词 就是爱 就是我 英文的爱 或者是英文的me 就是英文的授词 在这些真实的遗书里面 极少数你会看到 把重点放在别人身上的 绝大部分的遗书的重点 讲都是自己的事情而已 而且呢 你会发现在真实的遗书里面 这些自杀者很少使用 我们这个复数主词 就是英文里面的we 或者英文里面的us 都是在遗书里面 很少很少出现的字 那是因为当你在说我们的时候 当你在说we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就是表示你在强调 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 或你跟另外一群人之间 是有一个默认的关系 可是当你真正走到 要去自杀的 或接近自杀的 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你已经不太会觉得 你自己跟其他人之间 有一些特殊的 或强烈的关系了 在这本书里面呢 作者Jaz Berring 他也引用了过往的自杀学的研究 在书里面他就提到 从人决定要自杀的 这一系列过程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区分成 六个不同的心理状态的阶段 但这六个心理状态的阶段 不见得是能够很明确区分的 而且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 可能也不太一样 有一些阶段 相邻的阶段 彼此可能是同时出现的 也不一定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六个阶段的说法 可能还是有一点参考价值 所以呢 我在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六个不同的自杀者 可能经历过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叫做Falling Short of Expectations 就叫做期待落差 意思就是呢 你可能本来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 对于生活标准 或对于社会地位的一个期待 可是你发现自己 可能因为事业失败 会有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你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生活标准 或你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社会地位的时候 是一种可能导致自杀的原因 比如说根据统计资料 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通常他的自杀率也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反而在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 自杀率不会那么高 但其中一个理由可能就是因为 在经济相对发达国家里面 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标准 或对于你自己的个人性的期望 是比较高的 而当你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期望的时候 可能就会导致你比较想要去自杀 另外一个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发现 那就是在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当他经历到事业上的挫折的时候 他会比中下阶层的人更容易选择自杀 当然这种期待落空 有时候是表现在情感生活上面 比如说你原本有一个很稳定的伴侣 可是突然之间他跟你分手 你被抛弃了 你可能会自杀 或者是你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社会认为 你不应该爱上的人的时候 比方说你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 当你爱上一个同性的时候 如果你在一个歧视同性恋的社会 也许就会导致自杀 当然不是所有经历到期待落空的人 都会自杀 但他有可能是导致自杀的 第一个最初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叫做attributions to self 就是叫做自我归因 意思就是说 你会认为你之所以期待落空 你之所以遭逢不幸 不是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做不好 所以导致你遭遇不幸 而是你会觉得 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努力 或我自己不够谨慎 或我不够聪明 或我不够有能力 等等等等 你会归于自己 你会认为说 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好 所以导致我期待落空 在这边 Jaz Barron他就讲到 他认为美国的前任总统川普 他认为川普就是一个不太可能会自杀的人 那是因为对川普来说 所有的不好的事情 所有的不好的结果 都是其他人的问题 其他人的责任 他好像很少会觉得自己不对 所以川普总统可能不太会自杀 反而是那一些太过于反求租极 给自己的压力太大 把所有的责任 所有失败的原因 都归注于自己的这种人 反而很容易最后会导致自杀 第三个自杀者的心理阶段 叫做High Self Awareness 就是高度的自我意识 这其实跟前一个阶段有点像 就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会渐渐开始不那么关心其他人了 或者是说 你会渐渐开始失去 能够同理他人的能力 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 这个时候 你自己所承受的心理上面的痛苦 已经巨大到 使得你很难再去关心其他人的感受 或者说你已经没有办法有效的 再去揣摩其他人的看法 其他人的感受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自杀者太过自私 他们不懂得体察别人的感受 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说的是 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些自杀者 他们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或者是他们对于别人的看法太过于敏感 所以他们承受到来自于外界 来自于社会的很大的压力 而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正确的判读别人的看法了 就别人可能不认为他是一个那么糟糕的人 但他自己就会认为自己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人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 他会渐渐开始疏离他原本拥有的人际关系 而同时这也意味着 他必须去独自承受他所经历的这种心灵上的痛苦 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个阶段 就是negative effect 就是负面情感 而且不是简单的负面情感 它是一种主观上让你觉得 好像无所顿逃 无所逃避的一种负面情感 不要再讲到说有一个真实的自杀者留下来的文字 这个自杀者就写到说呢 当一个火灾发生的时候 你在建筑物里面可能非常的烫 然后浓烟滚滚 然后就到窗边 你想要等待救援 可是你就发现你等不到这个消防车来救你 因为火势蔓延的太快 然后你背后这个熊熊烈火 已经烧得你已经要承受不住了 于是呢 你就会想要从这个高楼上面跳下来 当然跳下来你就必死无疑 可是对于那个身在火场当中的人来说 他从上面跳下来 其实是一种没办法的选择 因为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葬身火枯被火烧死 第二个就是他跳下来 当然跳下也会死 但他可以选择经历一个不那么痛苦的死 这个自杀者他就说呢 其实自杀到了某一个阶段 那个心理的状态很像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要准备要跳楼的时候 下面可能会说 不要跳啊不要跳啊 再多撑一下不要跳 可是对于这个正在经历心理上痛苦的人来说 他的痛苦可能就像是后面有熊熊烈火 他好像自身火场当中一样 这并不是他可以选的 他可能主观上会觉得说 他唯一拥有的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继续承受这种 几乎没有办法承受的巨大的痛苦 第二种就是跳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一个自杀者的主观上来说 他跳下来其实不是选择死亡 而是他想要避免他背后那个更巨大的痛苦 所以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有一个自杀学的研究者 他提出来一个 我觉得是意味深长的一个观察 他说在自杀者所书写的文字里面 我们可能会看到他提到有关悲伤的情绪 或者他听到可能失败 或者他可能提到痛苦这些字眼 但是他认为这些字眼都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警讯 他认为真正最严重的警讯 只有一个单字叫做only 意思就是只有 那就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 对于自杀者的主观上来说 他会觉得继续承受这种痛苦 跟自杀然后结束这种痛苦 已经是他唯一拥有的选择了 他已经看不到事情发展的其他的可能性 他也已经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痛苦 有减轻或解除的可能 在下一个阶段也是第五个阶段 叫做cognitive deconstruction 也就是认知解构的阶段 意思是在这个阶段 你会失去一些高层次的抽象思考的能力 你会只能够意识到一些最浅层 最具体最表层的东西 比如说假如我们要一些没有自杀倾向的人 去模拟写自己的遗书的话 那个遗书里面可能都会充满着各种很抽象的意义 比如说你可能会说我这一辈子多么失败多么痛苦 那我下一辈子要投胎做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人 那这其实已经牵涉到了高层次的思考 或者说你想要报复 你想要报复那个曾经欺负你的人 那其实也是牵涉到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性的意涵 可是在真实的自杀者留下的遗书里面 他们通常只会讲一些事物性的事情 比方说他们可能会在遗书里面交代说 记得要帮我喂猫 或者可能在遗书里面交代说 哪些书是跟跟谁谁谁借的 记得帮我还他 他不太会去讲说 我之所以自杀背后什么样原因 不会在遗书里面阐述 他觉得生命有意义或没有意义 他不会去讲这些东西 他在遗书里面通常会讲的 就是这一些最单纯 最表面 最事物性的层次 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有些人提出来的解释 就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过去现在跟未来 已经被拆分成三种不同的时间段了 过去现在未来 彼此之间的关系好像已经被解构了 过去不再跟现在有关 现在也不再跟未来有关 因为对于一个自杀者来说 他所承受的痛苦 很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 可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跟这些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记忆产生了一种疏离 他会觉得过去这些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这些过去的人也好 东西也好 情感也好 好像跟他已经没有再发生任何关系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他即将要自杀了 所以未来所有的事情 也都变得跟他无关了 就你本来可能会担心说 未来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认为 我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 可是真的到了这个 你接近自杀的阶段的时候 你会觉得未来所有的事情也都跟你无关了 你能够唯一看到的事情 你唯一能够经验 能够体验到的事情 都是每一个瞬间的当下而已 就这些接近自杀的人 他们真的是活在当下 他们不再能够串联起过去 现在未来 创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 更抽象的意义 对他们来说 所有的事情 就是当下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当下我看到这些没有还的书 我去交代人家要去还 如此而已 当下我看到我这些衣橱里面 不会再穿到的衣服 我就去交代人家 把他们送掉 如此而已 那在自杀者所可能经历的 第六个阶段 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叫做disinhhibition 叫做解脱的一个阶段 意思就是在自杀者 真正自杀的前几天 在他活着的最后那几天里面 他可能反而会惊艳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解脱的感觉 那就是因为对他来说 在他下定决心 要执行自杀计划的那一刻开始 他真的会感受到 过去这些所有的人事物造成的痛苦 还有未来可能面临的焦虑 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所以在自杀者活着的最后那几天里面 他反而可能表现出一种快乐轻松的感觉 所以在很多人的回忆里面 我看到说 当他回忆跟自杀者最后一天 或最后几天在交谈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 这个自杀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 他都还表现得很快乐 甚至很积极很正向 甚至表现得比平常还要更快乐 所以他们就忽略了 这其实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警讯 其实不要说一般人就连一些受过训练的心理师或精神医生 都有可能在自杀者这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产生误判 误以为他们的情况有所好转 而忽略了他们之随便的正向变得快乐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安排好要自杀了 在这边我不需要再强调一次 就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六个阶段的自杀者的心理阶段 他不见得是绝对能够这样子区分的 他也不见得在每一个自杀者或每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 都是按照这六个阶段的顺序这样子发展 那我之所以要把这六个阶段提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作者Jaz Burring 他在书里面讲到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认同 那就是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人 包括很多实行自杀计划的人 其实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杀是有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 就人之所以要自杀 背后是有一连串的特定的心理机制的 不管你是在我刚刚说的那六个阶段的哪一个阶段里面 其实你都不是孤独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阶段 其实你都还是有可能脱离这个机制的 其实今天谈论自杀这个主题 我难免会感受到一种压力 那就是自杀这个议题 有一点像是一只粉红色的大象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 不要去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的话 那其实你心里一定会出现的一个图像 就是一只粉红色的大象 就自杀也是 如果我不谈自杀这个主题 也许你不会想到自杀 可是因为我谈了自杀这个主题 而且我谈到其他自杀者所拥有的一些经验 也许就会促使有一些人 开始想要自杀 或者加强他们的自杀的念头 当然这是我不乐见的 可是呢我们今天的作者 Jazz Baring在书里面他有提到 很多时候当媒体在报导 自杀相关的消息的时候 或者电视上的电视剧 出现了自杀相关的剧情的时候 在统计资料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当时的自杀率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Jazz Baring他其实很担心说 他写了这样一本有关自杀的书 会不会反而造成更多的自杀 那Jazz Baring他就说 他之所以最后还是决定 让这本书出版 那就是因为他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自杀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心理机制在作用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自杀者 都经历过同样一套的 心理机制发展的过程 而当你能够意识到 这个机制存在的时候 也许你就比较有机会 能够脱离这个机制 最后呢我想要探讨一下 一种特殊的痛苦 那就是曾经经历过亲人或朋友 自杀的人的痛苦 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讲到 人在所有动物里面 最特殊最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人会不由自主的去想象 或者去揣摩 其他人到底在想什么 而对于那些 曾经经历过朋友或家人自杀的人来说 这种能力 其实为人们带来一种特殊的痛苦 那就是我们不由得必须要去问 到底他们 我们这么自爱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去自杀 而且这个为什么的背后 是一连串永远不可能被解答的问题 比方说你可能不由自主的 你会去思考 这个已经自杀的人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当他要自杀的那个瞬间 他害怕吗 他痛苦吗 或者更重要的 也更令人心碎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 当他跳楼 跳到一半的时候 他后悔吗 或当他烧炭烧到一半的时候 他后悔吗 会不会有可能 他突然后悔了 可是他身体已经没有能力 去抗拒他最后的选择了 比如说在书里面 Jaz Baring 他就讲到一个 父亲他的上吊自杀之后 女儿就觉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的父亲没有留下遗书 事实上留下遗书的自杀者 其实是偏少数 就只有不到30%的人 最后真的会留下遗书 原因就是我像刚刚讲过了 到了自杀的后面的心理阶段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跟你不太有关系了 所以很多自杀者也真的就不觉得 他有需要再去交代他为什么要自杀 所以呢这个女人他就不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父亲要自杀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够确定他父亲在自杀的时候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他的父亲害怕吗 他的父亲痛苦吗 或者他的父亲后悔吗 这些他都不能够确知 所以这个女儿他就做了一件 其实是很多经历过亲人自杀的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去到他的父亲自杀的地点 把那个空间就布置成他当时自杀的样子 然后把他用来自杀的装备也都准备好 然后去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那这个父亲呢 他是在自己家里面的一个台阶旁边 又一个绳索上吊自杀的 于是呢 这个女儿他就在自己家里面 在这个台阶上面重演了一趟 父亲自杀的这个过程 然后他就发现以他父亲的身高 其实他父亲只要双腿伸直的话 是很容易够到这个原来他所跳离的这个台阶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父亲如果真的后悔的话 其实他是可以选择终止这个自杀的过程的 而当他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这个女儿他就说 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他觉得他好像稍微能够释怀了一点点 对于生者来说 有另外一种痛苦的形式 那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发现 这个亲人或这个朋友 他有自杀的倾向 或他有一个明确的自杀的计划 可是就是等到他真的自杀之后 我们才发现其实他生前都有一些蛛丝马迹 在暗示他想要自杀 可是当时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发现 书里面讲到有另外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是有一个在新加坡读书的女生 一个高中女生 他跳楼自杀了 然后他的妈妈呢 他就说他的女儿 其实是一直有一些忧郁的倾向 可是就在他自杀的前一个礼拜 他觉得他女儿好像变得比以前 还要再更开朗一点点 所以他真的也就没有想到 他会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自杀了 可是他就回想起来 在他女儿跳楼的前一天 他女儿曾经跟他说过一段很特别的话 他女儿就跟他说 妈,你记得我以前曾经跟爸爸 一起去高空谈跳吗 然后妈妈就说 对啊,我记得啊,你好勇敢哦 那个时候你爸怕得要死 但是你好像都不怎么害怕 然后这女儿就说 对啊,因为我不害怕高 我没有聚高症 然后呢,这女儿还继续跟他说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我跟同学出去玩 我们去海边 然后我们上了一个游艇 然后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要比赛 看大家谁有胆量 能够从那个游艇上面跳下去 然后这女儿就说呢 他不只有这个胆量 从游艇上面跳下去 而且呢,他甚至能够爬到 这个船的桅杆上面 从桅杆上面再跳下去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都不觉得有任何的害怕 可是呢,隔天早上 他要去叫女儿起床上学的时候 他又发现女儿不在床上了 然后他到处去找 都找不到女儿 后来他才接到电话 女儿已经在附近的一个高楼 跳下来自杀死了 然后到后来他才意识到 他回想起来 女儿自杀前一天 跟他讲的这一段 有关高空弹跳的经历 他认为其实女儿是要告诉他 当他从高楼上跳下来的时候 他是没有害怕的 就很多时候人们说 自杀的人是自私的 因为他们只考虑到自己 他们只想要终结自己的痛苦 可是我觉得这种对于自杀者的谴责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不太公平 我觉得很多时候自杀者 还是会想要去理解别人的处境 比如说像刚才的故事里面 这个女儿 他最后一天跟妈妈的谈话 他是想要让他妈妈 能够稍微宽心一点 可是这个时候的自杀者 他可能陷在一套特定的 导向自杀的心理机制里面 他看不到除了自杀以外的可能性 他看不到除了自杀以外 自己身上的痛苦 有解除的可能 所以到最后他可能是必须要 透过一番努力 然后疏离这些 他原本最亲爱的人的情感 然后他才有办法对自己做出自杀的行动 关于自杀 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看法的话 其实我不认为自杀一定是道德上错误的行为 我也不赞成有一些人试图用加强自杀者的社会无名的方式 来去避免自杀 那我也理解对很多自杀者来说 自杀真的是最后的唯一的不得不的手段 可是至少在我自己出浅的经验里面 我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事情是永久的 就包括快乐的感觉不会是永久的 那当然极度的痛苦也不太可能会是永久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都不会是永久的 只要用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就叫做无常 就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不断的变化 所以也有可能也许你在多活一天多活两天之后 你的感受可能就会有点不同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衷心的祝福大家 也很奢侈的希望 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能够继续留下来陪伴我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 也阅读更多不同的书 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是 每到尾声的时候 我会跟你分享一首我联想到的音乐 那今天呢 我想到的音乐 就是俄国的作曲家 采可夫斯基的一首曲子 之所以想到它是因为 采可夫斯基的死因 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讨论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 采可夫斯基是自杀死的 那采可夫斯基之所以有人认为他是自杀 那现在在采可夫斯基的第一本传记里面 那个传记作者写他的死因 写的有一些疑点 在采可夫斯基的第一本传记里面 他就写到采可夫斯基是死于祸乱 那为什么会得到祸乱呢 那是因为他在圣彼得宝的一家餐厅用餐的时候 他喝了没有煮沸过的水 所以后来多了祸乱 可是问题是采可夫斯基生前最后去了那一家餐厅 他是圣彼得宝的一家高级餐厅 那怎么会在一家高级餐厅里面 他会提供给客人没有煮沸过的水呢 而且呢 如果这家餐厅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那个时候客人这么多也不太可能只有采可夫斯基得到祸乱 而应该是那一批去过这家餐厅用餐的客人都会有类似的情况才对 可是在现在我们却并没有办法找到类似这样的记录 所以呢 有人就怀疑采可夫斯基有其他的死因 那这个猜测后来之所以会导向自杀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采可夫斯基 现在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就他在自己的书信里面他就明白的写过 他其实对于男性有一种无可自拔的爱恋 可是呢 当然采可夫斯基中期一生没有公开过这件事情 当时的俄罗斯的社会也不允许有这样子同性恋的存在 甚至直到现在 同性恋在俄罗斯的社会都还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所以有些人就怀疑说采可夫斯基他人生的最后 可能是自杀而死的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啊 但是呢 我觉得假如回到音乐上来讲的话 你听采可夫斯基的作品 你好像的确会听到一种孤独的忧郁的独白的感觉 就包括在他的一些最辉煌 最热闹的曲子的段落里面 好像都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阴影的忧伤 至少这是我的感觉 我今天要放的曲子呢 是采可夫斯基的一个钢琴独奏曲 叫做六月 它是一个系列套曲里面的其中一首曲子 这个系列套曲呢 有十二首 就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 每一个月 采可夫斯基都为他写了一首曲子 在六月这首曲子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想到六月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六月的话 我想到的是一个风光明媚的白天 就可能太阳高照 然后非常的晴朗 甚至呢 我会回想到学生时代放暑假的时候 一起出去玩的那种感觉 那种日子 可是呢 你会发现采可夫斯基的六月 就不是这个样子 这首曲子里面呢 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它是传歌 传歌这种曲种 它的来源就是 在威尼斯 水都威尼斯撑传的人 这些撑传者 他们在撑传的时候 所唱的那种歌叫传歌 那后来在古典音乐里面 作曲家就借用传歌的这种形式 变成一种特定的曲类 所以它会有一种歌唱的性质 那这首六月的传歌里面 你就不会听到一种 风光明媚的夏日白天 你好像会听到的是一个 夏日的夜晚 也许你就在岸边 你看着这个撑传人在撑传 然后呢 你就看到你站在河边 这个河水 就不断的渐渐的在轻浮 你脚边的土地 可是呢 你好像就必须要在这个 安静的夏天的星空的夜晚 凉风喜喜 星星是这么的美丽 可是这是一个告别的场景 你要跟这个船上的人说再见 或者你要自己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要跟这个 风光明媚的时刻 跟这个风光明媚的小镇说再见 所以在这首六月传歌里面 你好像会听到有一种孤独 有一种忧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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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有可能在节目里面我犯了一些错误 或者是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 都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指证我 如果你是用iPhone收听的话 我欢迎你到Apple Podcasts这个APP里面 找到我的节目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留言给我 如果你是用Android手机或者其他方式收听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或者我的Instagram就可以留言给我 或者呢也可以写email给我 或者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描述栏也可以找到我的email 今天最后还是谢谢你的陪伴 我很奢侈的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能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